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全球最大的水上飛機加緊總裝 四小時就會從三亞 可以去到中國最南端的曾母暗沙海域 我們傳媒報導被列為中國三大飛機項目 包括了運20、C919和AG600之一的AG600 之前已經獲得了17張訂單 2022年,AG600就開始進入到交付階段 昆龍AG600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款水陸兩用飛機 昆龍600就是中國大飛機的三件合之一 昆龍600實際上就是一艘會飛的船 最大的航程就是4500公里 能夠航行12小時 最大的戰略價值就是可以用4小時的時間從三亞出發 能夠抵達中國最南端的曾母暗沙海域 大大增加了中國應對南海突發事態的能力 昆龍600的巡航速度就是每小時500公里 可以抗2米的海浪適應到南海80%的海面情況 未來還可以執行維權、反潛、反艦、救援和物資運輸等任務 將會成為中國維護海洋權益的又一大國重器 從歷史上來看,昆龍600就是水轟5的事隔30多年的繼任者 水轟5就是中國自行研製的水上反潛轟炸機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飛機之一 它的前輩可以說是蘇聯的別錄營 由於中國的水上飛機的數量稀少 而且是機體塵舊 海上遠程首舊一直都是中國海軍的一大短板 由於他們具有可執行多項特種任務的強大功能 因此昆龍AG-68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水陸兩棲飛機 昆龍600帶來了不少驚喜 它能夠在水上飛機平泊 棲息在起伏不定的水面 在水面上面高速滑行 並且是可以一躍飛起的 能夠平穩地降落在水面 亦能夠將隱藏在機身內的起落機 折抵放下就像陸上的飛機一樣 在堅硬的跑道上騰空而飛 以及夾帶著巨大的動能從天而降 這種水陸兼備的起降功能 能夠使它比水上飛機和陸上的飛機應用範圍更加廣泛 昆龍600的速度超過任何船隻 比航速最快的船隻快十倍多 而燈龍600從海南三亞出發 飛遲經過藍沙繞過中國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再返回原地只需要七至八小時 而同樣距離現代快速的船艇 往往需要三至四天才能夠實現往返 除此之外它另一個顯著的優勢就是飛行距離遠 如今小型靈活的兩棲飛機和水上飛機被避街市 但飛行距離遠遠都不及坤龍600 可以持續航行十二個多小時 雖然中國官方強調新的坤龍AG600 都是用於消防和海上救援的多用途飛機 但仍然有不少軍事評論家認為 昆龍600在軍事方面的價值不可被低估 美國媒體認為昆龍AG600的戰略價值 遠遠超過雲二零 美國軍方因為昆龍AG600開始出現後 還後悔美國放棄了水上飛機的項目 首先就是昆龍AG600是堵礁補給的利器 它的出現為中國軍方提供了控制南海堵礁的手段 其次雖然現在的反潛、反艦的手段更多 但類似到AG600這樣的水上飛機 在反潛、反艦方面都具有非常獨特的優勢 能夠在水上降落 賦予昆龍600非常強大的超低空飛行性能 這是其他大型飛機都沒有辦法相比的 由於昆龍600發展起來的反艦型號 將會擁有遠比轟六更強大的反艦作戰能力 執行反潛作戰的 亦都遠比波音737改裝的P8更優秀 俄羅斯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的專家指出 這些飛機連同中國在南沙建造的人工島 能夠大大改變南海的力量對比 昆龍600能夠在幾個小時內 將12噸多的貨物或幾十人 從中國可以控制的小島上 運到任何的島礁或淺灘上 當然亦都可以從那裡運回病人和雙元 然後不要澳洲的紅酒 中國人會迎來更加合口味的南非紅酒 澳洲的政客跟著美國做反華急先鋒 令中澳兩國關係跌到冰點 連帶澳洲著名的產品也受到影響 澳洲的葡萄酒因為反傾傾銷關稅退出後 南非的釀酒商正想方設法搶佔利潤豐厚的中國市場 為了吸引中國消費者開普敦一間酒莊 專門為了滿足中國人的口味 訂製了一系列的葡萄酒 南非的葡萄酒協會亞洲市場經理說 澳洲在2019年向中國出口了價值10億美元的葡萄酒 佔中國進口的葡萄酒40%左右的主導份額 顯然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補 南非的葡萄酒會從中獲益 而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南非有4億瓶葡萄酒存放在他們的倉庫裡 因為被撤斷出口 幾乎在同一時間 中國政府將澳洲葡萄酒的關稅提高到218% 中國市場上澳洲的葡萄酒進口量同比下降了90%以上 由於南非的葡萄酒供過於求 而澳洲葡萄酒被關稅拒出援外留下空白 南非對於中國的葡萄酒出口可以說是有一個很好的前景 根據中國酒類進出口商會分會的資料 2021年南非對中國的葡萄酒出口量和出口份額 分別飆升了193%和125% 成為了中國第八大葡萄酒的來源國 但開拓中國市場並且要抓紋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非最大的牛肉出口商現在也出口葡萄酒 他們認真地研究以確保產品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他們就補充說中國人更喜歡單寧行韌低的葡萄酒 通常都是紅酒 紅酒是中國文化之中一種行韌的顏色 因為紅色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行韌式 雖然中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葡萄酒消費國 但中國的顧客知道他們喜歡什麼和想要什麼 同樣出口中國的另一間公司就認為 中國的葡萄酒消費者都是偏愛紅色的紅葡萄酒 包裝也很重要 他們在研究市場後發現中國消費者不喜歡螺旋的蓋 喜歡軟木塞的葡萄酒蓋 酒标的顏色首選是紅色、黑色、金色和銀色 綠色就應該避免了 但中國人的口味正在發生變化 而且中國的市場仍然很年輕 中國第一位市酒師呂洋就說 對於一個超過10億人口的國家來說 其實很難概括地出一種中國口味 他認為實際上並不存在中國口味 中國這麼大 中國人的口味就像中國的食物一樣多樣化 南非酒商就說 葡萄酒在中國市場不會一番封信 但市場潛力很大 要打造品牌並不容易 大多數中國客戶都想有自己的品牌 而且要獨家代理 雖然前方也存在著一些障礙 但呂洋就認為南非葡萄酒的受婚言程度會繼續上升 接著看看方艙內的考研究生福士的男生 被武漢大學終於落水了 內地的疫情嚴峻 但不少地方政府還考慮到以人為本的服務 最近一名考生在特殊的情況下 成功考入讀研究生 早前在吉林省長春市匯典中心5號方艙醫院裏 一名來自吉林大學的學生小孫 入庄後沒多久 小孫就接到武漢大學研究生福士通知 由於疫情的影響 大多數學校的研究生福士都在網上進行 網上福士就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 得知到這個需要之後 5號方艙醫務人員就單獨騰出了一個儲置室來做福士的場地 為了確保福士的過程中網絡的穩定 醫務人員還特意找來了技術人員 重新搭建了一條專用的網線 並且輾轉為小孫協調裝置 在方艙裡大家的全力保障下 小孫就順利完成了研究生福士 小孫和她的爸爸都非常感激醫務人員的幫助 福士後沒多久 父子兩人都出院了 就在4月5號上午 小孫就向方艙裡一直幫忙鼓勵她的醫生 趙銀龍發送信息 說自己已經被武漢大學錄取了 吉大醫院的核醫學科主任趙銀龍說 方艙醫院裡的生活有很多方面 讀書、備考這些專心自治的身影 令她感到樂觀堅強的力量 5號方艙不單是一個方艙醫院 亦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每一個醫護人員都會在艙裡的 每一位家人做力所能及的事 在醫護人員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下 相信這場逆戰即將迎來勝利 最後看看中國央行擴大數字人民幣的試點 上個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召開數字人民幣 研發試點工作座談會 會議明確了會有最擴大試點的範圍 在現有的試點地區的基礎上增加了天津市 重慶至廣東省的廣州市 北京省的北州市和廈門市 浙江省城辦亞運會的六個城市 亦會作為試點地區 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張家口市 在2022冬季奧運會和殘奧會景點的試點結束後 轉為試點地區 2017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會和參研機構 統籌把握、租密組織 穩妥地開展試點 動態就是完善業務的技術設計 持續創新應用場景 著力於解決金融服務難點、痛點的問題 初步驗證了數字人民幣相關的理論、政策、業務和技術可行性和可靠性 目前數字人民幣已經在批發零售、餐飲、文女和政務繳費等領域 完成了一批、涵蓋線上線下、可覆製、可推廣的應用模式 2022冬季奧會 在重大的試點項目圓滿成功 參與試點的用戶、商戶、交易規模穩步增長、市場反應良好 會議強調數字人民幣、研發試點要堅持體現人民性 在拓展金融服務覆蓋面方面 提升口味金融服務水準 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支持數字政務建設 提升金融服務的實體經濟的質效 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要發揮更大作用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